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原县 自子司 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出身贫寒 一生安平乐道 不肯与世俗合流 天命玄鸟 降而生伤 宅衣服茫茫 原兄弟 我一听就知道是你 来 吃一个 多谢了 但我还得读书 你留着给家里人吧 看你这脚后跟的露出来了 天天读书也没见读出个什么来 还不如跟着我去卖菜 好歹能穿身新衣服 这身旧衣服我穿得很舒服呀 古地命武汤 正欲彼四方 方命绝后 言有久有 请问是原子司家吗 老师 快请进 不知老师前来是学生的错 子司不必多礼 我来请你出试 登门拜访 采合礼数 请学生出试 老师被封为大司寇 想让你来做家臣 学生才输学浅 子司 这修来的德行 可不能丢在荒山中吧 承蒙老师提醒 学生自当尽力 袁兄弟 袁兄弟 我都听说了 你去当大官 可不要忘了我们哪 李老哥 我追随家师 实行仁义之事 不求名利 不求浅 哎 那当官还图什么呀 子司 你快换上吧 你这身衣服 可不是一个家臣 该有的样子啊 家臣应该有君子之帽 而不是装扮成达官贵人 司寇府每日都有 大小官员进出 你这个样子 老师那里也不好办哪 老师要是嫌弃 我自然会走 子司 你 老师 是子司啊 进来吧 子司是有事想问我吧 学生想问老师 什么是可耻的 国家有道 做官拿俸禄 国家无道 还做官拿俸禄 这就是可耻 以老师之言 此刻乱世当道 礼乐崩坏 岂能再做官拿俸禄 诸侯争权夺势 故乱世当道 周氏率威 周礼难赴 故礼乐崩坏 我任鲁斯寇 只盼维护 维护周氏 复兴周礼 只怕您所向往的 并非他们所想啊 道能否被推行 皆是天命所定 我又何必去想呢 下学礼乐 而上达天命 能了解我的 只有天哪 老师说的 学生明白 但学生 不愿用名利去行道 国家有道 我们要正言正行 若国家无道 我们仍旧要保持政治 但言行举止 要随和谨慎 方能行道教人啊 依父的事情 是我嘱咐的 你不要怪自贡 是学生一时糊涂 请老师见谅 子思 你那草屋虽然破旧 但却是读书的好地方啊 若我也能住上几日 倒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是 这竹篮用来买菜 菜多的话 就让菜农送来 我记住了 子思 老师让你管理府上财物 你却非要做买菜 这种杂事 论学识德行 我都比不过几位师兄 能够做好买菜的事情 也算不负施恩了 老师 让子思买菜 是不是有些驱财了呀 千里马值得称赞的 不是他的力气 而是他的品德呀 子思 你也坐下吃吧 这么点饭菜 会不会吃不饱啊 这青菜很好吃嘛 来 我们一起吃吧 是 是元兄弟啊 李老哥 这是你的菜摊 是我的 你不是去当官了吗 怎么还要买菜 我现在负责府里的饮食 那每天买什么菜 都是你说了算 是的 您的菜新鲜 我想买点回去 来来来 吃几个桃子 李老哥 我只买你的菜 不能吃你的东西 元兄弟 咱俩同乡多年 可得互相照应啊 李老哥 你知道的 我是不会做 违背德行的事情 我知道你不求钱 但过好日子总没错吧 你看你 现在穿上新衣服 肯定比以前好啊 李老哥 天色不早了 我得赶紧把菜 送回府中了 送菜 送菜 我跟你去 李老哥 这是菜钱 你看对不对 我还信不过你嘛 子思 该算账了 你来帮我报一下数目吧 李老哥 我有事要忙 就没法送你了 你忙你的 我认的路 大官怎么能吃得这么简单啊 有元兄弟在 以后就不愁买不出去喽 老师 我们刚才在算账 一下忘了时辰 子思 今日这饭菜 老师 学生出去一下 很快回来 很快回来 子思 老师 李老哥 你快跟我走一趟 走一趟 都 元兄弟 菜是我留的 可我也没有钱呢 你还是让我走嘛 子思 这位百姓是谁呀 大人 我知错了 你就饶了我吧 老师 今天的菜和桃子 是李老哥偷偷留下的 是想让学生以后都买他的菜 学生带他来一起令罪受罚 这是剩下的菜钱 你快回家吧 只要是做正经买卖 这菜是不会卖不出去的 谢谢大人 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那我先走了 是学生失职 请老师责罚 你只是多买了些菜 我也给清了菜钱 怎么能说是失职呢 老师 学生 你为府中买菜 亲奸有方 我是看在眼里的 明日你去领九百斗凤鹿吧 老师 学生衣食有饱 不需要俸禄 这是你应得的 若是觉得多 也可以分给乡亲们 学生知道了 老师 紫思把俸禄全分出去了 平儿不怨 富儿不骄 紫思是真君子啊 孔子为维护礼法 此官礼录 周游列国 晚年归录此事 所传礼法 并未被世人推行 原先守暮三年 隐居在魏国 听说民间出了位圣贤 回禀大王 听闻此人隐居在村落中 日日读书 令当地民风淳朴 看来不把这位圣贤请来 便是寡人之过了 端木大人 就要劳你去一趟吧 遵命 多带些赏赐去 寡人总不能被一个百姓 逼下去啊 是 夫子 夫子 有什么事吗 有位大人来找您 都走到村口了 父亲叫我来叫您 父子 我们走吧 父子 这位大人说是要找圣贤 想想也只能是您吧 是紫思吗 师兄 没想到会是你 这几年来 子思 你是不是病啊 快上车 我带你去看郎中 师兄 我没事 你就别说胡话了 看看你的脸色 师兄 我没有钱财 只是贫困 学道而不能行 才是病啊 子思 我这也是 是 大人 大王还等着见他呢 是不是 子思 我是来请你出事的 老师说过 国家有道 做官领俸禄 国家无道 还去做官领俸禄 便是可耻的事情了 你看 子思 这一车的赏赐 都是大王赏给百姓的 智力国家应靠礼数 而非钱财 子思 你先去发赏 记住 告诉百姓 是大王赏赐的 是 子思 请你出事 是大王的命令 分发赏赐 也是大王的意思 师兄 你服侍卫主 自当服从命令 但我只是一介草民 只想过些平淡的生活 一介草民 就不该有这么大的名声 让大王都坐不住 自老师此事 我便隐居在此 从未踏出半步 又能有什么名声 教化百姓 改善民风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子思 这些大王可都听到了 听到容易 就怕做不到 师兄 我还要读书 先告辞了 好 子思 你可知违抗亡命的后果 你也得为当地的百姓想想啊 师兄 你不用说了 老师生前说 闲人逃避动荡的社会而隐居 四一等的逃避到其他地方 看来我便是这四一等的 子思 你所做的并没有错 都发完了 大人 只有几户灵声 什么 父子 大家等着您去读书呢 你正是做什么 好 父子 学生要跟父亲下地种田 以后不能再听您读书了 你先起来 父子虽并未教过学生 但在学生心中 父子早就是学生的老师了 老师的教诲 学生无以为报 师兄 孩子们还等着我读书呢 孩子 我有一件事想要问你 大人请问 你们为何都不要大王的赏赐 夫子说过 君子向上通达仁义 小人向下通达财力 我们跟着夫子读书 也想做君子 这是老师说过的话呀 大人 时候不早了 是不是 来 我们一起去听夫子读书吧 以语纳语 至我逃古 奏古捡捡 看我列祖 大人 不是说等元宪读完书 就带他回去吗 以语纳语 至我逃古 奏古捡捡 看我列祖 这是商宋的第一篇哪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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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拿的赏赐 还给您 怎么还回来了 白来的财物 我们拿了心里也不踏实啊 大人 我们还要去听夫子读书 告辞了 大人 这 我们走吧 回去见大王 见了大王 可怎么说呀 就说闲人要留在村中 传授圣贤之道 你放心 我会跟大王说清楚的 师兄 我是来见大王的 子司 你留在村中教化百姓 这也是老师所希望的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师兄 我一定要见到大王 才能把赏赐还回去 子司 你快带着东西回去 大王不是说见就见的 大人 大王可都着急了 咱们 您来了 这下可有救了 恳请师兄带我去见大王 大人 你 今日寡人总算是见到传闻中的圣贤了 草民只是一个荒野游民 圣贤之名实不敢当 先生谦逊有礼 不愧是端木大人的师弟啊 只是这衣服 大王 子司自幼贫困 故养成了勤俭的习惯 并非有意穿着破衣服来见大王 不爱 等先生领了俸禄 备几套新衣服 大王 草民是来向大王辞官的 草民没什么本事 只想留在村中 为百姓们读书教学 什么 大王 子司在当地以圣贤诗书教化百姓 才令当地民风淳朴 臣以为 不如就让子司以大王的名义去讲学 让百姓们都能支离守法 也让天下知晓大王的圣贤 说得有理就这么办吧 大王英明 先生以后代替寡人去讲学 可不能穿成这样 寡人还要大兴学堂 总不能让寡人的子民都坐在野外读书吧 大王的好意草民心领了 但草民习惯坐在树下读书 学堂大可不见 大胆 见不见学堂是你说了算吗 大王息怒子司并无此意 我卫国君主对待学士 向来以礼相待 当年你们的老师 也在卫国住了不少年 如今寡人的一番好意 却屡次被拒 这要是传了出去 寡人威望何在 草民斗胆问大王一句 大王为何要如此注重名声呢 寡人的名声 如果都不如一介百姓 又如何让朝中文武听命 如何让他国诸侯信服 这点道理先生不懂吗 大王亦善于射箭 傲善于水战 最后都不得好死 羽和纪只是亲自种植庄稼 却得了天下 当年南宫阔以此话 向家师求教 家师夸他是尊重道德的君子 草民以为南宫阔之所以是君子 是因为他懂得圣贤明君 应重仁义而清明利的道理 孔夫子的话寡人也听过不少 端木大人说过 如今先生隐说 但被人所接受的似乎并不多呀 家师虽不被人理解 但从未怨天尤人 只怕是怨天尤人都没用吧 不然也不会落到四处流浪的地步 先生可要小心哪 下雪里月而上达天命 能了解家师的只有天哪 草民追随家师多年 又岂能顾及温饱而违背天命呢 先生有学识志向 寡人有的可是异国臣民 自然不能像先生一样无所顾忌 这学堂之事寡人主意已定 大王恕草民斗胆直言 大王赏赐的财物就在宫外 连百姓都知晓 不义之财不可拿的道理 大王又为何要执着于名利呢 端木大人确有此事 大王当日只有几户百姓领赏 也都还了回来 君子向上通达仁义 小人向下通达财力 草民恳请大王成全百姓之志 好 今日寡人算是见到真君子了 端木大人派人送先生回去吧 多谢大王 草民代替百姓多谢大王 好 寡人累了要休息了 先生光靠读书便能教化百姓 寡人也该去听一听啊 子思天色不早了 等明天再走也不迟啊 多谢师兄好意 但村民们还等着我去教书呢 过几日我便去看你 和你一起读书 就像当年那样 孔子说 贫而不怨 富而不骄 原先能够拒绝世俗名利 隐居荒野 安平乐道 可谓真君子 他的故事也被后世流传称颂 时刻提醒世人 众仁义清明利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